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 在今天差点上演全武行 原住民立委郑天才 在质询一件与退辅会 相关的财务纠纷的时候 痛骂退辅会主委冯士宽 欺负原住民 引发了冯士宽极度不满 两个人直接走下质询台 几乎就要打了起来 立刻被拉开 两个人隔着人墙呛瞎 但是郑天才还是气不过 公事再起 他是拿起了桌上的咖啡 扑向冯士宽 冯士宽也气到脱下了西装 冲上前理论 拍桌子拿掉眼镜 退辅会主委冯士宽 和国民党立委正天才 一言不合就扭打成一团 口中不断喊着 退辅会欺负原住民 两位火气越来越大 一阵叫妈后 突然抄起桌上的咖啡 就往冯士宽拖过去 欺负原住民 没有欺负原住民 我们爱武 欺负原住民 欺负马上脱下西装外套 就要冲上前 被拦住的冯士宽 狠狠瞪着郑天才 因为欺负原住民这项指控 才装他心中最软的一块 他今天讲到我们欺负原住民这些 踩到了我的红线 踢到了我的心了 我最照顾荣民 他太夸张了 他今天很运气 要是大街上他遇到我 我绝对不会对他那么客气 他不放过我当然也不会放过他 互相放话不会放过对方 冲突燃点就是郑天才指控退府会 克扣原民厂商经费 退府会反控 厂商计欠的八百多万都没还 双方各指一词 我只不过没有讲歧视原住民 他还在那边校正 桌上就只有那一个 我本来要选择那个钢杯 你想干什么 一个军人出身可以这样子受辱吗 部会首长道立渊背询 却被推打泼咖啡 行政院队友将荒腔走板的质询方式 严厉谴责立伪 曾经的一百分部长 面对火爆质询 冯士宽依旧魄力不减 记者林先生 黄伟才曾俊伟特报道 台湾这次也是高度的关注 美国总统大选 府院高层开会讨论 美选后的情势 据传已经拟出了两套剧本 要是川普连任的话 台美关系将会持续的加强合作 例如说后续的BTA的签订 那么如果是拜登挑战成功的话 就要留意美国政党轮替的空窗旗 关注兰猪进口 还有军售案的后续交接能否顺利 但是今天府方上午先发声明 驳斥两套剧本的传闻 过于简化了政府的作为 而到了下午 蔡总统是亲自颇文喊话 与美国参众两院 各党派都有良好的互动 支持台湾 已经成为了美国主流民意 还有跨党派共识 不论大选结果如何都不会改变 上周六府院召开国安高层会议 讨论共激扰台美选情势 平民媒体更指出 蔡总统和苏院长周三召集 外交部国防部 特别针对美国大选结果 已经拟出两套剧本 要是川普顺利连任 关系将持续深化 努力促进洽签台美BTA 不过要是拜登当选 美国政权轮替的空窗期 台湾可得注意 对台军售美株政策是否变调 本来就应该有两套剧本 我们将来都要维持一定的 台美的关系 政府当然应该要有两套剧本 然后要赶快亡羊补牢 但总统府发出声明驳斥 认为只用两套剧本的说法 太过简化政府作为 下午中蔡英文也发脸书 亲自回应美选 除了密切关注台海局势 更强调与两党和参众两院 保持密切往来 无论大选结果如何都不会改变 有信心支持台湾 已经成为美国主流民意 和跨党派的共识 不过大选前夕 民进党大佬也透露 驻美代表萧美琴 在选战期间 无法直接接触拜登团队核心成员 我国政府与美国 不论是共和党 还是民主两党的人士 我们都保持的密切的联系 还有友好的互动 两党都支持自由民主的台湾 张美琴也透过脸书反击 二十多年来 一直跟两党互动交往 两党内都有很多支持台湾 肯定台湾的朋友 言下之意 不管美选剧情怎么发展 政府都能做好因应 美国总统大选还在开票 那么目前民主党拜登的选举人票 是暂时的领先寻求连任的川普 但是两边的阵营都超前部署 认为之后可能要打选举诉讼战 不过这个结果出炉之后 到明年1月20号新任总统宣誓就职之前 这段时间对台海情势 可能是危险的空窗期 陆军退役中将 率化民就呼吁蔡政府 从现在起到明年的4月份 要保持战备状况 也有学者分析 中共可能会趁着美国总统大选 完的混乱情势武统台湾 但是这样子的做法 就是与全世界为敌 周边的国家也会看不下去 在美国的总统大选之后 会有一段时间的交接期 还记得前几天外交部长一时口误 说美国总统大选后会有交接期 虽然选举便延长赛 不过这段时间我们可能得注意 担心台海危险状况正要上演 因为如果是拜登当选 共军可能会在美国总统交接的空窗期 武统台湾 这个法律途径就会埋下了另外一个隐忧 最主要是社会上可能充满了对立 或者是会处在某种无政府状态 所以这个时候 美国的政治的重心 反而是他国内的秩序 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 其实就提供了中共见缝插针的机会 这是上一次选举后 川普正式宣布就职场面 但其实在投票结束后 还要相隔两个半月才会进入最后步骤 1月20号的就职典礼 但选后混乱情形 可能得到4月才会逐渐稳定 两岸会不会打决定权在中国大陆 美国会不会来源 不会来源 中共贸然在台海开启战事的话 美国的主流民意 跟世界的民主国家 不太可能作弊上关 或是袖手旁观 2021年又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 会不会趁着美国脆弱旗攻台 大家各有不同看法 最重要的还是台湾国防战备不能雄险 记得陈佑 刘伟成特别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情势诡诀多变 因为出现了所谓的红色幻象 也就是在投票日当天 去投票所直接投票的 是共和党的民众比较多 所以让川普一路领先 没有想到一觉醒来 民主党的邮寄选票也陆续开出 让川普一夕之间被逆转 跌破了国内不少专家学者的眼镜 那么其中网路红人小商人 之前看好川普连任 4号就委托了嘉义县议员 免费的发送200份鸡牌庆祝 结果鸡牌一发完 情势大逆转 拜登离胜选只剩下一步之遥 让他非常的傻眼 嘉义市地标中央喷水圆环旁的街角 排着长长人龙 为的是免费的川普鸡牌 民众一边排队一边高喊口号 场面喜气洋洋 美国总统大选开票结果尚未出炉 汪路红人小商人看好川普连任 4号傍晚在脸书宣布要抢先发放200份鸡牌庆祝 委托嘉义县议员林湘婷晚间8点准时发送 不到10分钟200份鸡牌就被索取一空 只是没想到鸡牌一发完 民众一觉醒来却发现川普被逆转 反倒是拜登领先 目前看起来大致上很像还是拜登后来居上 不管结果如何 至少也振兴了嘉义的地方经济 本来想说海水把支持拜登的裤子给冲走了 结果又冲回来也就算了 换成我的裤子也被冲走了 小商人也崩溃再度发文 网友更笑说小商人根本是一盏明灯 比死亡之卧还可怕 是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究竟最后谁会入主白宫 全世界都屏息以待 记者蔡城吴嘉义报道 台湾有不少民众非常关心这次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那么彰化有一间工厂的老板甚至喊出 如果川普当选的话 全工厂放假十天普天同庆 川普如果落选的话 则要放桑架三天 为全宇宙祈祷 引发了地方议论 但是消息一出 这家工厂立刻遭人起底 原来工厂在2017年 也就是三年前 因为厂房挖洞埋放污泥 含有超标200倍戴奥新被查获 早就被勒令停业 老板这个时候高调挺川普 动机也令人怀疑 彰化这间环保工厂门口 查美国国齐放川普海报 还拍影片支持川普 因为支持川普甚至公告 如果川普当选 全场上下员工放假十天 亦是普天同庆 如果川普落选 全场上下员工 桑架三天 为全宇宙祈祷 这么爱川普 老板说就是欣赏他 我觉得他这个人勇气可嘉 什么事情都敢说敢做 那跟我个性也很相像 只是如此高调 却被提报 工厂早在三年前 被勒令停工 当时还闹上媒体版面 这间工厂三年前 因为被查获厂房 挖了超过两公尺深的大洞 来埋超标两百倍戴奥新污泥 厂区废弃物无法完全清理 因此土地目前由法务部 行政执行署彰化分署扣押中 但厂房却高挂出租的看板布条 两个星期前又挂上美国国旗 与川普海报 附近民众也觉得奇怪 因为工厂为在全新工业区 往来台中港国道交通便利 土地很抢手还是有仲介业者到场了解 但得知内部有大量事业废弃物之后 都觉得棘手 如今工厂老板高调喊出 只要川普当选就让全场上下放假 更让人怀疑他的动机 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不只是要选出总统 这次的大选国会也进行了重组 众议院435席全面改选 民主党丢掉了9个席次 但是依然掌握了多数的优势 参议院改选三分之一 目前其次仍然是由共和党领先 另外选民也趁着这个机会 选出了各州的州议员 那么在这个北达克塔州 有一名共和党籍的候选人 上个月因为新冠肺炎过世 没想到依然是高票当选 55岁的安达豪代表共和党 成功当选北达克塔州州议员 但其实他本人早在10月5号 就因新冠肺炎身亡 不过当时已展开提前投票 他的选票依旧列入计算 最后还高票当选 共和党有权任命另一名人选 或直接补选 另外今年大选美国国会也进行改选 联邦众议院435席全面改选 民主党丢掉9个席次 不过仍拿下226席保持过半优势 预料佩洛西会继续稳坐议长大位 而联邦参议院也改选三分之一席次 目前共和党取得48席 民主党47席 还有五个席次仍在计票 这次民主党只在科罗拉多州 成功翻转一席 距离过半还有三席之差 就连选情紧张的缅英州 共和党参议院科林斯也高票连任 看来民主党选前期待的蓝色海啸 并没有出现 留任好编译 没有出现 海啸 也被判 Lucy 仲白